好 看到这个日本横冰动物园的马来魔英雄 搭击来台的途中却猝死了 那么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兽医团队 还有台大病理专家就对他进行解剖 那肉眼可见的病变呢 包括了是外观头部 是有大面积的皮肤擦伤 四肢提布有严重外伤 好 这只马来魔他叫做英雄 那是因为热颈迫引起的全身循环衰竭 凝血功能障碍还有肺水肿而死亡的 而他体温的这个核心温度 最高的时候是高达了41度 保育员才放下食物 马来魔英雄就等不及了 慢慢走过来和妈妈一起享用美食 横冰动物园超人系马来魔来台交朋友 没想到5月20号前疫情的最后亮相 竟然是跟大家见的最后一面 动物要上日航飞机飞来台北 开箱的时候大概就发现动物是倒的 并没有额外的创伤 可能是全球首次 温度的变化 那或者是动物本身 是不是有先天性的疾病等等 明明在日本上机前都没问题 却在途中突然猝死 北市动物园公布运送时间轴 工作人员在6月21号晚上9点25分 进入机场仓储区 发现运输箱竟然有血迹 10分钟后马来魔英雄仍然没有呼吸起伏 除了赶紧通报也向海关申请加速通关 直到6月22号凌晨抵达动物园检疫社 打开运输箱后确认英雄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专家表示飞机起飞时气压产生变化 不论是人或者动物身体都会受影响 但起飞前人类知道要做心理准备 动物可不会知道 野生动物在关到一个密闭的运输笼当中 在送到飞机 它会造成很大的紧迫 被引起它的心跳 血压 甚至于它整个神经的一些连锁反应 个性蚊蚊乖巧 动动鼻子模样超可爱 一趟两小时的航程 让马来魔英雄突然猝死 原方将在23号解剖纠死因 受益建议服用镇定药物 能缓和动物情绪 也能将类似意外几率降到最低 记者林甄坚 陈萱台北报道 感谢观看